哈喽,大家好,我是姨元,欢迎回来万国觉醒,今天终于推出了冠军礼包 其实我去直播的时候呢,我就有问啦,就有问他们说这一次会不会出礼包呢 可是他就嗯,不透露,我也有问他们是在邀请赛之前还是邀请赛之后才推出礼包 可是他们呢,那边就嗯,先给你一个谜底,先不跟我说 我差点把钱丢给我那个战争机器,你们知道吗 所以呢,我就已经买了一条龙的战争机器 今天呢,我又买了冠军礼包 OK,这个冠军礼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这边里面的东西呢,我就做一个例表出来给你们方便看 呃,大致上里面的东西呢,都是加速,金钥匙,呃,不过银星星只有一颗 再来就是,黄金,星星,VIP,根治选项 可是呢,你们要看第一个礼包的时候 因为第一个礼包他给你银星星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啊,银星星到底要不要买呢 就很多人就放弃这个念头了,再来他就只有给你一把钥匙 而且他的加速呢,是比起你普通礼包,看起来还要少的 所以呢,我们要买下去 你越买越后面的时候,你看 越买越后面,他的加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这边,HKL跟4EK的礼包,冠军礼包 里面总共有42,300分钟的加速 黄金钥匙有27,8,VIP点数有13,525点 所以呢,这个礼包是值得的,OK,这样问题又来了 11月11号,冠冠节的时候,有出现OV的冠军礼包 这两个又有什么差别呢,我贴出来给你们看 诶,你们别以为我没有做功课咧 其实他这个礼包是跟去年内容是一样的 啊,所以呢,如果你们要比较的话呢 两个都是一样,不需要比较 可是如果你要比较起普通礼包,就是我们平时买的智慧全员啊 战争机器啊,这些礼包又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他里面的加速呢,其实只有2万多而已 我拿一个列表给你们看 当然啦,因为他这个礼包里面呢,有给你资源 可是对于你需要保持需要加速的情况下呢 就你不需要太多资源,资源可以靠采集嘛 其实你买冠军礼包会更值得,因为他里面加速多 再来你需要保持的话呢,他这边也可以帮你补充保持 所以今天礼包分析就到这边呢 其实他跟去年的冠军礼包内容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你比起普通的礼包,他的加速比较多一点 不过我在那边最后也是恭喜HKL跟4EK拿到冠军 不过之后还有一个邀请赛 就是旧区跟新区对打的邀请赛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 把小铃铛给打开 就可以收到第一时间的新消息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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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